边走边吸烟 扇扇子 吃东西 晚袖卷过腿等等 那如果要是发现了伪计的军人 你们采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呢 我们一般都是让他迅速改正 对严重危机人员通知其所在单位带回处理 我们现在离开天安门广场 随军车检查分队去进行采访 连长同志 我打扰一下您的工作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军车检查都包括哪些内容 你们的任务主要是什么 好的 我们军车检查分队 担负着首都驻军和镇京军车的检查用 我们在检查中一般采取固定和游动上接河的方法 我们在北京地区共设有十多个固定和游动的军车检查点 像我们今天这种形式 所以游动军车检查组 那包括哪些内容的检查 像我们对军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车用不整的 三证携带不传的 等等 还有非法挪用和外置军车号牌等伪计线上 都是我们检查和纠正的范围 像今年以来吧 我们擦取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伪计线上 其中有这个假冒军员19起 地方人员驾驶军车70多起 有伪造军车牌证的53起 有这个使用坐废牌证的52起 查获了丢失的军车牌三副 查获了丢失的军车一台 那还是成绩不小的 这位司机同志 您以前碰到过军车检查这种现象吗 经常检查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以后 你们应该怎样做知道吗 配合他们检查 您觉得这种军车检查有什么必要吗 那当然有必要了 因为北京时代是走过的手斗 那个交通安全相当重要 军车比也相当多 所以军车的话 必须经常检查 必须保持车框良好 这样才能保护手斗安全 观众朋友 北京备入区域某部纠察连的情况 就向您介绍到这里 希望通过我们的采访 使您进一步了解这支纠察部队 同时也希望我们每个军人 都自觉维护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做到人人维护交通安全 遵守军容风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第46期军事天地节目 张力 现在有人把兵器比作一个庞大的王国 而过去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坦克呀军舰呢 还有现在正在播出的飞机等等 大家呢又称他们是一个个家族 这个比喻呢倒是挺不错的 家庭成员里呢 好比是兄弟姐妹 他们既有共同的血缘关系 而他们的形象呢又是各不相同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 飞机这个家族中的其他成员 您好观众朋友 现在呢我是在海军航空兵谋水上飞行部队 我身后这架正在准备飞行的飞机呢 就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水红武水上飞机 下面呢我们就请部队长进军同志 给我们介绍一下水上飞机的情况 好水上飞机是特处飞机中的一种 是特种飞机的一种飞机 它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在水上起飞降落 比如啊江河湖海比较大的水库 只要是长2000米宽300米深2.5米的水 都可以起飞降落 机动性能较好 它的作战任务是可以进行海上巡逻 侦察 救护 搜钱 搬钱 以及灭火 观众朋友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水红武飞机 那么军用飞机大家族中还包括哪些其他飞机呢 军用飞机除了战斗机 运输机 轰炸机以外 你看还有侦察机 强劲机 看到扬州预备议师的官兵们 正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 我们中央呢这个水量是预备不力 但是呢我们的这些经济行动日务当中 就像血部的那样的 这个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我们现在是呢往这个石头啊 往江里跑 往江里跑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长江北岸呢 土子所谓松软一点 最近的话呢上面发洪水 这样冲到我们这个长江北岸 形成了这个坍坍 是保护呢僵体的 是保护的话呢 人民的生命车产的 预备部队呢 实际上为我们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 增添了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因为预备市的预论军官和预备的战士呢 都分散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 他们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军阵训练 所以在我们扬州市的一些重要的工程项目建设 设计全市的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的活动 我们扬州预备部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厂的这个民兵预备建设 是紧密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来进行的 他们在军事上是能守 在生产上是闯将 他们在生产中能够起这个骨干带头作用 在企业遇到极难险重任务的情况下 把这支队伍拉上去就会失入破足迎人而解 预备一部队在国防建设上是后备军 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是先锋 他们中有勇勤歹徒舍己救人的英雄 有助人为乐一心为功的模范 有种田能手有生产标兵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 为社会主义建设天砖加瓦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军事天地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从世界上出现第一艘军舰起 乐队大概就开始出现在军舰上了 所以至今世界各国海军都有自己的乐队 海军乐队除了担负礼宾任务 在欢迎仪式和外式活动中演奏外 在国家或军队的重大节日 海军乐队还要在舰队或军舰上举行的隆重升级仪式上演奏国歌和军乐曲 不止这些 海军舰队每每执行重大任务出航 或凯旋时 海军舰队都要在码头或军舰上 用雄壮威武激昂的军乐曲 为舰队撞行射 所以许多富有海军特点的军乐曲 便飘荡在世界各大洋上 我国海军的军乐队与别的国家有所不同 我国的海军没有专业乐队 但是在我国海军的舰队基地和不少大型军舰上 却活跃着一支支由普通的军官和士兵组成的 当然他们曾付出了比别人多的心血和汗水 是的 进入音乐殿堂是非常艰难的 对于这些原来连乐理知识都不懂的普通军官和士兵来说 其难度更大 但是使命对军人来说总是意味着责任 军威国威和军乐队员的荣誉感自豪感 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 现在他们已经能演奏许多著名的中外军乐曲了 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